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推友们 网友们 大家好 这个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我的推特 又是被这些盗国者们派来的这些五毛们 有各种非法手段 捣乱 包括政府方面 通过个人关系 以国家的名义 跟人家威胁 导致了我的推特又给关了 我们的律师团队呢 还有朋友帮忙 这个已经恢复了 经历了很多事情 从昨天到现在基本上没怎么睡觉 而且呢 昨天是最近和国内联系比较多的一晚上吧 特别是香港 还有这个 在日本的我的朋友 包括我所说的老领导 我所说的老领导就是 过去在体制内 有一定的关节的官员 现在可能是已经不在官位了 这些朋友啊 有的不像大家想象那么神秘 那么包括现在在体制内的老领导 昨天也都给了我联系 有了积极的响应吧 所以事儿很多 当然了 从昨天到现在 也是最近这个威胁最多的 打电话威胁的 通过朋友威胁的 也有这个通过当地的流氓黑社会威胁的 还有找我的合伙人的 这都有 特别是他们非常担心召开这个全球的这个新闻记者招待会 而且是来自于非常非常高的高层 中国各种办法都在威胁 大家是可以想象的 包括了从最高到最低的下山烂手段 再一个呢 我的员工啊 因为很多关的时间特别长了 我的员工呢 家人呢 有些人是受不了了 这个几个想自杀 这个想采取极端的这种措施 对我来讲 我要劝述他们 确实这个压力特别特别大 大家一定时时刻刻想想 那些被关在里面的人 他们的家人是多么的痛苦 这个我的家人在里面关着 我的哥哥 我的侄女 我的两个哥哥全在里面 一直现在出不来 然后现在我那么多员工 现在都是在消失状态 还找不着 有的是已经被逮捕了 有的是找不着 这是很可怕的 那么这个全球媒体大会呢 这是我最近工作的一个重点 我想大家先报一个小料 这个全球媒体大会 很可能会邀请来一个比我厉害 价值都多一百倍一千倍的一个 关键的VIP 正在协调中 我希望他们来参加这个全球的媒体新闻大会 这个新闻大会的名字怎么叫呢 我们正在协调 我的建议就是推动中国 以法治国这个新闻记者招待会 可是呢我的团队呢 觉得这个名字太不好了 应该叫它火爆一点 网友们如果有建议呢 也可以 也可以推荐 具体的这个全球新闻记者招待会的时间 我们定是五月初公告 在五月底或六月初六月第一个星期左右吧 可能会在这个纽约召开 那么我的团队呢 也建议呢 稍晚一点 因为我的律师团队 正在对我的这个要爆料的人和事 特别涉及到当地的法律的问题 都在进行研究 因为我当时会 我要求一下播一些视频 因为最近啊 这个网上很多朋友都推友要求播视频 因为很多视频属于不雅视频 跟当地的法律有很大的关系 而这个罪行很厉害 一旦不慎播出情绪激动 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也正在研究当中 那包括我们要爆料的一些信息 因为我们要提供给媒体 要提前进行核实 而且我要准备 希望这个其他的法律团队 第三方的法律团队 先进行核实再进行爆料 这个时间也可能往后推迟 那么不管如何 我们希望办成一个像美国总统大选书 还有加年华式的这么一个 新闻媒体记者大会 我也尽可能的会邀请一些 非常重要的推友来参加 我尽可能 因为这首先要符合安保 首先要符合公平 我尽力而为 那么刚才实际上我已经录过一次了 录了五十多分钟 我又看了一遍 我就决定再录一遍 因为刚才那五十多分钟 这个我刚才有点冲动 这个讲了很多事情 包括马建副部长的视频 还有谐性视频 还有这个关于去见大大喇嘛 是为什么见呢 然后呢这个关于王岐山书记 姚庆这个还有更多的猛料 孟建柱书记这个情人 还有他这个家人的贪腐 傅政华这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更深的一些东西呀 这些都有 刚才我都说到了 就是因为说太多了 说得很冲动啊 这个我决定重新录 重新录呢我就不说那么多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吧 有很多呢都会在未来的全球 这个 催动中国依法治国的 媒体大会上去播出 但是呢这个呢 是首先要叫我在此 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 对今天已经到达了 十万的推友的关注 表达对你们的衷心感谢 文贵一定不会 辜负你们的期望和信任 真的 大家一定要牢记 我现在要报的料 真的是一切刚刚开始 未来 你们会看到你们意想不到的 报的料和内容 我文贵再次庄重的承诺 文贵呢 坚定的相信 习主席 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依法治国 能让中国人民活上 有尊严 受人尊敬的这么一个生活 那么同时呢 像我这种草根和贫穷的人士 应该能得到一个有公平的社会环境 今天早上的明镜火拍对吴先生采访当中 我最不喜欢听到的事情是对马建副部长 对他的妄加判断 他是完全失业自由 这情况下所接受的采访 他说的事情绝大多数都是相反的 都是假的 未来我会特意说出 包括当然了 这个网友节始发量 刚才本来上一次我录都说到了 那都是假的 吴先生呢 特别在这里一再强调自己是文人 然后文贵是草根 然后就怀疑文贵的爆料 我特别不喜欢这个词 中国的这个文人的历史和文人的作用 这个不要把这个事情给极端化了 我们是草根 我们是穷人 我一再从第一次就说 是草根是穷人 但是我们不等于没文化 你读书多的人也不会都说 你就有文化有水平有能力 而且你自己 你这个水平和你这个级别的人 对马建副部长这样的人和对我们所涉及的事情 妄加评论这是不对的 不客观不复事实的 再一个我想说的是 文贵是好是坏 文贵就是杀人魔 强奸犯流氓 阿飞 骗子 跟我爆料 和我爆料的真实性 和这个揭发贪国者 盗国者们 没关系啊 我们不要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 吴先生 我不想给您这个为敌 我也没必要 我也很尊敬您的 这个您过去一二十年了 为六四的这些英雄做的事情 这个 我在这说就是说 你不要去对我的家人和员工和我这个朋友 马建副部长 妄加评论 这是不负责任的 同时呢 文贵的好坏 不用评价 你只看我爆料 对国家走向文秉 推向法治建设 中国走向有尊严的社会 和基本公平 特别是为绝大多数人 争来正义和公平 有没有作用 这是比较好的 我希望所有的网友 不要再关注文贵是好是坏 也不要关注这个 这个背后的这样那样 把更多的精力 大家去看我 爆的料 真实性和影响性 在过去的这几个月 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已经推动了 中国现在 这个内部的一种变化 积极的变化 我相信 在历史上还没有一次 像我一个人 让中国的最高层 引起高度重视 同时呢 也没有一个人 再敢指出来说 我爆料的真与假 他们是最有资格说话的 而且我们正在 往目标前进当中 我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我希望得到你们的 一个积极的支持 而且我希望你们给我文贵一点时间 用事实说话 事实顺应熊变 最后您会看到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过去的一周来 中国政府 盗国者们的 这种疯狂的行动 已经证明了文贵爆料的能力 威力和影响力 接下来 你还会想想想不到的结果 这个跟我真正想抱的无法相比 大家拭目以待了 再次感谢所有网友 对文贵的关注和支持 谢谢 非常感谢